李宗盛議員 Hello 各位 我叫Katy 不要忘了我就是戚小姐 我叫我Katy 多謝濕地公園和周經理 今天邀請到我和黃群英女士 今天來到濕地公園 和大家分享一個比較特別的題目 這個叫做自然共生 傳統鄉村生活智慧 我見到我幾天今天下雨 沒什麼人來 都可以 也有不少人 有些小朋友有大人 我想小朋友可能對這題目 一會兒說的東西會陌生一些 反而可能年紀越大 可能一會兒分享的東西 就有很多你會發覺 你以前其實是看過見過 只是可能去到今天 這個城市生活裡面 你就可能很多已經忘記了 希望今天可以講到一些故事 令你回憶起一些以前曾經過過的生活 或者你爸爸媽媽過過的生活 而這些傳統智慧 其實在…不要說是在香港 其實在我們全世界 或者我們人類文明裡面 其實都是很重要的一個元素 剛才提到我們有另一位嘉賓叫王群英女士 你有沒有聽到她剛才來自哪個村 荔枝窩 有沒有人去過荔枝窩 都這麼突然去過荔枝窩 挺好的 認明到這張照片是荔枝窩 荔枝窩 不是荔枝窩 是她的荔枝窩 這是荔枝窩 這是王女士她的家 她的祖家在哪裡 我們鄉下 可能是大陸 王女士的鄉下在哪裡 就是這裡 你猜她的家在哪裡 怕不怕 我說你家在哪裡 不要緊 你一下子去荔枝窩去探望她 她的家就在 什麼阿姨河就對了 蛤 這裡 這裡 這家屋 這裡 這家屋 對 這家屋 我們香港有一批人 跟我們有一點不同 我爸爸好像在77年 77年才來香港 但是原來我在香港 我是二民的下一代 但是我們香港有一批的人 我們現在叫他們原居民 其實他們的祖宗 很早的時候已經定居在香港 其實我們如果說回以前的不同的氏族 其實我們有四類的 我們在這裡分組 分組是什麼呢 就是一種叫做遺頭人 一種叫做客家人 一種叫做水上人 有彈家和一個學佬 我們有四大文系 我們今天不說水上 我們先說遺頭和客家人 知道遺頭人和客家人有什麼分別嗎 知道嗎 知道嗎 不知道 每個人都不知道遺頭人和客家人有什麼分別 都是原居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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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分別在於 遺頭人來香港的時間是比較長的 是的 大約他們是 九百年至一千年前 他們的村落已經定居了香港 而客家人就後期少少 大約三百多年前 是的 差不多四百年 那時候是因為遺戒令的原因 就把那些遺頭人 硬要這麼說 把香港原樣 其實很多華蘭地區的原樣 那些人就遺來了香港 是的 他們就離開了那條村 那些遺頭人離開那條村 那後來千萬年復屆之後 他們就回來 就因為中間過了九年 很多流淚失所 人口大一點 那時候有一個移民政策 就鼓勵一些 北少少的人再搬過來 那批就叫客家人復來 那這兩批人 除了時間上不同之外 他們有一件事很不同的 其實就是 就是語言很不同 遺頭人和客家話是很不同的 那另外一樣不同 就是他們定居的地方 在香港 那香港呢 唯一遺頭人早點來 那下家人遲點來 那定居的地方 用你的智慧 你會覺得有什麼分別 想想會有什麼分別 知不知道哪裏比較多遺頭人住 知不知道 知不知道 不知道 不知道 在你們附近而已 越網 錦田 是的 粉嶺上水 是比較多遺頭人住的 為什麼呢 這是一些平原地來的 是的 所以很早期平原地就平 那種米好 那他們就霸了這些地方 那客家人來到 就遲點來 所以他就霸不到 一些以前說的好的地方 那霸了什麼地方 就好像荔枝窩這些 在山邊的地方 平地比較少的地方 在山谷的位置 那其實有幾個 除了荔枝窩之外 有幾個香港很多 客家人最高的地方 就是荃灣 沙田 你現在看見好像更發達 那樣 其實以前呢 是一些差一點的地方 因為那個農地 平的農地是比較少的 那其實我們 看回很多 這些這樣的地方 或者這些這樣的村落 其實它已經有幾百年的歷史 那在裡面生活的人 其實是和大戰環境 一起 累積了幾百年的一個 生活關係 那這幾百年呢 就 那些人經常都說 以前的鄉下落系 那其實你不可以 純粹從你現在的角度去看 落系這件事 那但是你現在再去看回 他們整個生活 人呢 始終都是有進步 他和那個自然環境之間 一起生活的話 他是會演化了很多 一些 你可能真的賺不到錢 但是對於他的日常生活 很重要的一些智慧 就是在他的生活裡面呈現的 那今天呢 我們就想說多一些 這些就是 他因為 那個生活是要容姦 他因為住在一個森林隔離 住在一些河 和一些大自然環境很近 那所以呢 他的日常生活裡面呢 就存在很多 他懂得利用環境 懂得去觀察環境 懂得拿那些資源 來幫助協助他的生活 而這些東西呢 就構成我們講的那些 傳統智慧了 而這些東西是 我們在現代的城市生活 是不見了的 因為我們所有事情都不需要這樣做 我去超級市場賣 我不用自己弄的了 我去讓人去買 所以就買買買買買回來 但是以前你都買的 哪有這麼多東西買 你都沒有錢買 所以全部都要靠他們自己運用他們的智慧 還有他對周邊的環境的融資 的了解去創造出來的 好了 那有些新的概念的東西 都想講一講給大家知道 是的 但剛才都提過了 有靠 呃 有句說話 靠山吃山 靠水吃水 我想各個都明白什麼意思了 就是你如果住在近的山邊 他就會吃山上 因為不是吃了那個山 小朋友不要以為他說吃了那個山 是吃上面的東西 如果你住在海邊就會吃魚 會吃海裡的東西 那其實這句說話就告訴大家 他的生活一定是和他的環境是挑貼近 他所有的生活模式 那其實我們現在有一個新的概念 叫做文化景觀 什麼意思呢 就是我們講一個環境 那個環境裡面有人住 還住了很久 生活了很久 他因為他在這裡住 他改變了環境 也都因為那個環境 而改變了他們的文化 這個整個環境 連在裡面的人的社群 我們就有一個概念 叫做文化景觀 而文化景觀 是一個保育概念 因為現在我們經常說 在古蹟保育 都說了一座座建築物 但是有一個新的概念 就是不只是保育一個建築物 我講一條村 我補一間屋 沒有用的 我要補整條村回來才有用的 整條村 就意味著是什麼 我等一下再講什麼叫整條村 這個整條村 一大塊地方 連在裡面的人 連在建築物 連在很多東西 連在周邊環境 我們就叫做文化景觀 而傳統農村 其實是一個全世界都供應的一個文化景觀 以前沒有人理會的農村 因為落後 大家都在講古蹟保育 黃宮 紫禁城 天壇 或者外國 羅馬鬥秀場 這些建築物 但是我們開始 一些專家研究 不是的 我們在農村 都看到很多不同文化的東西 所以就多了一個 叫做傳統農村 作為文化景觀 一個保育概念 出現了 到底農村裡面 包了什麼呢 就是包了一個幾百年 甚至幾千年的農間文化 這是很重要的一件事 全世界沒有一個文化 不是來自農間文化的 是沒有一個文化不是的 全部都是來自農間的 因為我們人類的進步 中間有一個很大的過程 就是周山去採過了實 之後轉變為什麼 開始懂得耕田 開始懂得養動物 所以人口才膨脹 才開始有文化 文明出現 所以其實 農間文化是一個很重要 孕育人類文明 是一個很重要的傳統 而裡面多了很多 不是說怎樣打電腦 這些新潮的智慧 我們是說怎樣 利用大自然環境的 一種傳統的生活智慧 而這些東西 其實都是 我們現在很流行說的 一種非物質的文化遺產 它不是硬件來的 它是一個軟件 是一個思想概念 它是一個技術 它是一個技巧 你怎樣去生存的技巧 所以是一種非物質文化遺產 而更加重要的一件事 就是原來以前的農村系統 很多這樣的農村概念 其實對於今天 我們現在的城市發展來講 是一個很重要的參考 就是去想回 咦 我應該怎樣 我即使在城市生活 我怎樣可以跟大自然共存 而不是我只能夠選擇去破壞大自然 這是一個很有趣 亦都是很重要的一個新潮流 是一個世界上的新潮流 是越來越多地方在做這件事 好了 我們跳回來香港 我們去看香港的農村 到底有什麼自然和自然有關的傳統智慧 我們一講 很多人第一時間就會想起 風水 風水村 風水林 很多時候大家就會想起這件事 有沒有聽過風水林 有什麼人沒有聽過風水林 從來都沒有聽過風水林 正如現在的教育是很好的 環保教育 竟然個個都聽過風水林 那風水林 是什麼來的 什麼來的 是一個樹林 這個樹林跟什麼有關 這個樹林是跟鄉村有關的 這個樹林 不是說我是一個完全野生的森林 是一個跟鄉村有關的森林 這張照片被人用了七千萬次 說出風水林幾乎都會拿著這張照片 這張照片簡直 這張照片 這個很典型的風水村落 或者一條村落的風水設計 是什麼意思呢 其實以前去建村 這張照片 跟我們現在買樓差不多 我們買樓都會去 感覺一下環境好不好 看看序向 聚不聚財 你舒不舒服 你會不會有西斜 以前都一樣的 更看得比我們現在詳細 現在你要看 你要怎樣看 你懂就自己看 大部分人要用風水師傅來看 以前很多村民自己都有一個基礎的認知 還有他一樣會請風水師傅 以前要用風水師傅 可能還請得密一點 以前甚至在鄉村自己會養一個風水師傅 那就是幫他去看風水 尋龍蜜 尋一個好地方 都會找風水師傅 那你去找一個地方 我去見一條村的話 他就有幾個條件 是一個universal的 即是什麼時候都很適合 用一個條件 但是呢 是不是絕對呢 這個世界 一定要看回現場的環境 現場的地點 但是呢 通常就有幾個這樣點形的樣子 會在那裡 那為什麼呢 就是你會見到呢 村就是這樹 那通常呢 村後面呢 會有一個樹林的 村前面呢 就會有龍地 是的 還有有一條河流 那在後面會有一座大山 前面也有山的 那這個是一個點形 是好龍、帥仔 即是好的設計來的 好了 那就是村龍 剛才是靠山了 靠山要怎樣的呢 靠山不是真真是一座山那麼簡單的 它其實是一座山脈 什麼意思是山脈呢 就是你現在這幅畫呢 就是這樣去看 如果你打側看的話呢 其實是一條山脈 可能扭到後面很長的 就是經常講的那些爐脈 那條爐脈 那條爐脈 另外呢 這兩邊的山呢 要慢一點包圍著這條村的 最好 小小小伸下來 有些 我們講那些 好像環抱著這條村的 好了 如果那個山形不是這樣 不要緊 我種那個樹林 我的樹林 把它變成了小小小 環抱著這條村的 好了 那個樹林 就不是全部自己種出來的 很多時候 就是它把以前的森林 保留它上來 它不斬 但是裏面呢 它也要種少少的 好了 前面有一條水 是不是時代的 有水也可以呢 不行啊 那條水要怎樣呢 那條水呢 最好是河流 是月水來的 是的 那條月水呢 還要不可以直的 那條月水呢 要捏的 是的 為什麼要捏呢 為什麼要捏呢 為什麼要彎彎曲曲呢 很重要的 直的河和彎的河有什麼分別呢 水流很不同的 一條直的河和彎的河 一條彎的河 它的水流是慢一點 緩一點的 緩一點的話 其實是沒有那麼容易 沖滯上去河堤劑的 另外就是 它越緩 就代表它越容易沖滯 沖滯有什麼好處呢 就製造了新的林地出來 製造了新的肥肉的林地出來 給它們用 那要不要沖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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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沖了 那不會的 因為它們自己會管理的 是 但是呢 那個河來彎彎曲曲 可以有充足的話 就是帶了很多養分 去他們的林地裡 去到農地裡 那這個很重要 那前面就是農地了 當然很多人都沒有留意 很多人一說這幅圖 就說到這裡就完了 其實前面還有一個山仔 前面還有一個山仔 那有什麼樣圖呢 這張是最典型的大家拿來講的 我給大家看一張比較複雜的 這張是複雜一點的 這些是從風水書拿下來的 我不懂得看風水 如果要跟風水書的話 剛才說的背上的山叫靠山 我們經常說要有一個大靠山 其實跟風水來的有一個大靠山 靠山有一個名字 很厲害 袁武神 袁武是甚麼呢 先考考大家 另外剛才說的旁邊環抱那兩個山脈 左邊青龍 右邊白虎 左青龍 右白虎 亦都是來自風水的 前面那個山仔 叫做岸山 就是豬鳥 但岸山應該漂亮的話有兩個層次 前面是豬鳥 一個是一個比較矮的岸山 一個比較矮的 然後之後再遠一點 還有一個高一點 大一點 要圓圓有一個山 不要沾筆 那個山要圓圓圓的 叫潮山 這一套 後圓武前珠鳥 左青龍 右白虎 就真是一個漂亮的風水 楊宅 楊宅 其實楊宮都適合洗的 這個是說楊宮 那是鄉鎮鄭 包括鄉鎮 包括鄉村 都適合洗的一個風水格局 另外有水 好 真的找不到一條 有條彎曲曲曲的河 那我都會怎樣做 真的會掘一個風水池出來 都可以的 另外就是這裡 這個地方最好的風水的位置叫月 風水月你經常聽我說 不是風水月就是一個洞 風水月就是一個地方 最好風水的位置 前面應該有個名堂 剛才說的那些平衡 別人就是Serve那個名堂的功能 這個是一個很帥仔 畫圖畫出來的一個好的風水格局 而這個就是香川也好 香鎮也好 甚至陽宮也好 以前都是根據這個理論框架去選擇地方 但是永遠都沒有十足十那麼漂亮 這裏沒那麼好的就看看做少許東西 那裏沒那麼好的就搞少許東西 譬如平時你會把銅錢放在地毯底 放個不知轉轉下有水那些 一模一樣 你就要自己再稍為改變 但你找到一個這樣的好地方 以前就說好風水了 後面那些就不說了 那就是什麼意思呢 這張是荔枝窩 這張照片是1956年的荔枝窩 很多年前的荔枝窩照片 荔枝窩呢 我們經常都說荔枝窩好風水 我不是真的看風水的 所以我不懂得說 從荔枝窩學的角度 它怎麼好 但如果你像跟剛才說的那個格局 來說 現在的科學方向去思考的話 你會覺得這個地方挺好的 好了 首先是這條村 這條村是這個 OK 你看到向北 是向上面 是向北 這條村的門口是這邊 它們叫做東門 你現在看不見到 它的門口是向哪裏 那裏是哪裏 那裏是哪裏 東南 那裏是哪裏 那裏是西北向東南 只是聽說坐北向南 那現在是否歪了 其實坐北向南 又不是很絕對的 你那個地方 在地球上不同位置 坐北向南 這件事都有些分別 坐北向南 這一個是適合中國的一個方位 為什麼呢 因為中國的山勢 和因為我們中國的地圖 包括香港 其實都在這個北半球那裏有關 所以你如果是選擇 一個坐北向南的位置 你就會 你那條村 你的屋子對著的位置 你會得到最多的陽光 因為如果你反過來的話 你會得到的陽光是會少了 但是可能來到香港 就再靠南少少了 那東南的位置 那東南的位置 就反而會好少少 另外還有一個原因 為什麼這條村是這樣的 是的 那你就會看到 這裏是海來的 這裏是農田 那這裏 這裏 這裏 其實他就不是說 好像剛才那樣帥 前面就有個岸山 潮山 但他前面的確有這些山擋住 那為什麼呢 這條村 你一去到這裏 經常想到這條村 當然是對海最好的 對吧 其實對海好不好 其實對正海不是好事 你看 你上個月就看到 對正海的 哪裡 幸花村 你便看到 幸花村其實不是今天才是這樣的 整天一號風球 它一樓都會對那些浪打上去 是的 一個太近的海 和對象的海 不是一個好事 所以這條村的撮徑 已經很聰明了 它不是把那些屋對象的海 它是斜斜地向東南的位置 就對著潮山、岸山的位置 就好像一個屏風那樣 是的 其實呢 在剛才看回那個風數學來講 你為什麼要有前山、岸山 就是你前面沒有東西衝的 沒有東西衝的 你前面是有些東西幫你擋一擋 你不是看不到前面 但你又有東西幫你擋一擋 其實意思就是 你的風啊、亮啊 很多東西你不會不斷衝進來 這是很重要 這是很聰明的設計 另外呢 水 你看到這些都是它的河流 彎彎曲曲 非常之好 所以能配合到它這麼多地方 可以種到稻米 另外呢 它的風水林 麗芝町的風水林 它很有名的 如果你有看過 原會處出的一本講風水林的書 它有講過 其中一個香港最大的 最好的風水林 就是麗芝町的風水林 你會看到這張照片 很清楚看到風水林是怎樣的 在這條村的村背 一縮的位置 看見嗎 它好像一個小圈 抱著那條村的 其實是保護那條村的 現在我們去看看 這個位置更有趣 阿禎芝町的下面的照片 我再講 還有麗芝町這條村 另外一個最特別的地方 就是它那個風水林 是不止一個 它更多了一個 它多了一個水口林 在這裏 那個是他們河出海的位置 亦是很近它那條村 是一個水口的位置 它多了一個水口林 就是我們現在去麗芝町 很出名 去麗芝町看什麼 八花魚騰和銀協樹 其實就是那個水口林 這個林 現在說生物價值很高 沒有其他地方 香港沒有其他地方 是這樣的 除了講這件事 其實它最特別的一件事 其實這個林 村民都不知道 是否它們自己種 它們說不出的 但是肯定是它們 很選擇性地去留了這兩種植物 而形成的 而它的作用 其實就真的 好像風水林那樣 去幫它們 不過是在河蟹的位置 去幫它們擋了一些蜂羊 這是很聰明的一個設計 我們一看書都說 風水林有什麼用呢 除了說風水好 風水好的意思 其實都是你住得好 你生日得好 你賺錢多 升官法床 這些東西 所有東西都建基於 你的健康好 這件事 其實風水林 就是令到你來村 周邊的環境 是好了 為什麼好了呢 這張相片 是可以看到的 這張相片是非常好說的 好了 這個風水林周邊 這些位置 是什麼來的 全白了這些 山來的 是不是 全白了 不是黑的 什麼呢 因為斬了這些樹 你經常以為 以前一定可以橫倒 其實未必是 以前有看到 曾山其實都斬了 現在香港的 森林的覆蓋率 比以前高很多很多 以前只有 風水林剩下 周邊就斬了 一會兒可以分享一下 他斬殘的經歷 斬了之後 全都是什麼 是草 草會怎樣 很容易著火 所以風水林有一個重要的作用 一個成熟的樹林 不容易著火 周圍著火 就沒有那麼容易 斬入他們的村 因為村什麼 是木屋 一斬就很大件事 第二 風水林 另外一個重要的就是 這是一個山坡 你想想 周圍的直屁已經脫走了 它是不是很容易 山為傾射 山為傾射 如果這些泥是衝入他們的村 就慘了 風水林幫它擋住 擋住 山為傾射 另外就是 樹林的地方 周圍會陰涼 會舒服 還有 會保持氣候 變化 沒有那麼大 這些種種的東西 其實 構成 一個好的居住環境 給村民 所以我們說這些風水村落的設計 是一個很重要的 一個以前的地裡做法 一個高住環境的做法 現在我們只能夠設計 我們的家裡 第二 不是 它的家是代表什麼 群英姊的家 不只是剛才的 給你看它的村屋 這個整個地方 都是它的家 所以你要把周圍的環境做得好 你才能夠住得好 住得安心 這個是非常非常非常重要的一個概念 亦都是我們中國文化裏面 一個人類居住的一個哲學 就是這樣講 天人合一 我不是 我要蓋好多東西 蓋住自己 蓋好多東西要怎樣保護自己 我是怎樣再設計那個大自然 令到我自己住得舒服 這張是新的 就是上年拍的 你可以看到這一棵就是麗姊姊的風水林 你想想一下 如果這裏周圍 沒有這個風水林 這裏回來傾盛 是不是直衝在那條村上 你看這張圖 你就會看得很清楚 現在 那個鎖口的風水林 還大了 加上紅樹林 你想想如果有大浪衝過來 是不是會被它擋住 所以這些都是一個很厲害的設計 這些真的 以前的人當然是很厲害的 另外除了風水村 風水林之外 有很多人去旅行都是去看這些樹 你說有什麼風水 大家都說不出有什麼風水是好的 但其實大樹是好東西來的 因為大樹就不容易才死 大樹就不容易才死 另外大樹它會製造到環境 所有提供到那種改善環境的功能 是比很多細樹是好的 所以他們這條村一直都有意識 把一些大樹保留下來 所以 這條村是其中一 不是其中 是香港 不知道為什麼OVD特別最多 古樹名牧特別最多的一條村 這棵就叫做風深樹 不是他們特地弄個洞 天然慢慢腐爛變成 那是那棵秋風來的 這棵就五字張樹來的 另外 跟自然生活有關 跟他們的信仰有關 我們經常聽到現在那些村的信仰 是天后 大雄聖爺 我們這條村的守護城是關帝 但是關帝 如果你認真去看的話 其實這些是 那些北方距離下的人 就是帶進去的 但是如果更加原始的一個信仰 其實就是土地信仰 是一個更加原始的信仰 基本上圍頭村和客家村 都會有土地信仰 基本上耕田都會有土地信仰 他會拜土地公 但是客家人就不叫土地公 客家人叫什麼 叫百公 那百公就不是很百婆百公 是講到uncle的百 是一個比較好的概念 那會有些什麼大使 例如動土 很多東西都會去拜百公 譬如好像我們的計劃 開始的時候動土的時候 就特意去村民 帶領我們去拜百公 這是很重要的一個信仰 你看到他拜百公的話 你看到他拜土地的話 他一定是代表以前 是一個很長期很重要的一個 龍間的文化在裡面 好了 好了 再跳到下一步 我們講完整體環境設計 這個智慧之後 我們跳到耕田這件事了 好了 我們華南地區 就是種稻米的 不會種蜜 為什麼呢 蜜是有些北邊的地方 冷一點的地方 我們華南地區 一定是種水稻的 而香港是華南地區的部分 所以傳統的主糧就是靠稻米 所以那條村 能否生活得到 它住得好不好 就是全靠那條村 能不能夠生產到多的稻米 好了 稻米是怎麼種的 用水種的 水稻 我們叫 那美水是否種不到稻米 不是啊 種到的 你們有沒有去過 泰國那些山邊 泰國的山 在山上種的 河野地方種到稻米 為什麼一定要水稻 有什麼分別呢 水稻的產量量是高很多的 是很多 美水的地方一樣是種稻米 但是產量是低非常非常多的 那所以呢 一個你想富庶的地方 自己一定是種水稻 水資源足夠的話 那香港水資源足夠是很對的 那這張相片呢 這張相片是不一樣的 這張是1963年的 這張相片 和五幾年是沒有分別的 那你見到這些全部都是梯田來的 水稻梯田來的 所以其實都挺恐怖的 香港可能生日五、六十年前 就跟你現在特地去看哈里梯田 什麼去日本看什麼千蜜田 是一模一樣的 以前香港也是這樣 荃灣也是這樣 沙田也是這樣 但是現在一塊都沒有了 真的厲害 五六十年前所有東西都沒有了 你看到是非常漂亮的 他們就有回憶了 以前我們村就是這樣 就是這樣的狀態 好吧 那有什麼那麼特別呢 那我已經提過的 那些客家人居住什麼地方 山邊 山邊呢 就是這樣的 怎會針對米 因為針對米 怎樣針對米 你不能針對米 你不能針對米 所以以前的人很聰明 那這個不是客家人發明的 這是很久之前的中國的祖先發明 可能有一、二千年的歷史 就是將這些我們所說的斜坡 那些客家人叫斜地 改造成一級級的梯田 這一級級的梯田可能變成一個很淺的廳 像煎廳一樣 可以裝水 裝水之後就可以進到 你只用這些斜坡水直衝進去 你裝不到水,你種不到水 你種到漢渡,你種不到水 但是你將它變成一級級之後 你就可以在這裏蓄到水 在這裡種水 這個是一個很重要的設計 重要到其實是影響了全世界 你現在其實水到梯田 你不只是在香港才看到的 不只是在中國才看到的 你日本會看到,韓國會看到,菲律賓會看到 亞洲的很多地方都會看到 而這個設計另外一個很重要的 就是它會配合一個很複雜的灌坡系統 怎樣複雜呢? 就是它的水是一級一級落的 是一級一級落的 所以它控制水的所有東西都相當複雜的 香港就沒有那些很高的梯田 最高的就是大帽山 高到盡有個泡 但是外面的地方就有很多很高的梯田 那譬如,如果去哈里梯田 哈里梯田可能會到達成... 我已經不太肯定哈里梯田 總之很高的哈里梯田 是很高的 另外,這個就是現在很多人都去的 日本的那個籤墨田 它是在海邊的 其實是很斜的 所以你會看到它每一級都很窄的 其實越斜的地方,每一級就越窄了 通常是 是越闊的地方 就是它沒那麼斜的地方 你才可以做到一個沒那麼窄的梯田 它越窄,其實就是越難做東西 越難做東西 那這些梯田在香港來講 是很重要跟客家文化有關的 就是因為客家一個人就是佔了這些山地 所以他們以前要在那條村裡生活 就一定要第一時間就要改了 改那些山頭,將它起 將它的山頭削削削削削削削 就變成一級級的梯田 是很大的工程 大家要想一下 現在叫你政府做一套公路出來 找這麼多大型機器 讓它走到兩年 而你還想一下以前是用人手 逐級逐級起 起了剛才就知道那些山頭上去變山 你想一下它們用了多少時間 絕對不是,三年就做了出來 可能是說它們經歷了一百年二百年的時間 才慢慢將那個地形變成這樣 除了這個梯田之外 還有另外一個跟梯田有一個很重要的關係的技術 就是砌石 除非你的梯田的級是很矮的 譬如你這麼矮,你可以不用有石 但當你的梯田的級是這麼高的時候 你就要有石砌擋住 不是的話,它其實一直在水沖下去時會崩潰的 因為梯田一直在崩潰的 你就會重新再起,不太煩 所以它就一定會砌石 例如麗芝娃有很多這些石牆 總之你看到日本的梯田也好 大陸的梯田也好 這些山地都幾乎你一定會看到 配合一個砌石牆的技術 麗芝娃就會看到 這張照片不是麗芝娃來的 這張照片是不知大陸哪裡來的 我找不到麗芝娃的石牆的照片 但麗芝娃那些不算很高 最多都是這麼高 但有些地方的石牆真的砌得很高 不同地方就不同技術 為什麼技術不同呢 就跟它那個地方找到的石有關係 有些地方它找到的石表平一點 它就要這樣的砌法 例如麗芝娃找到的石就類似這個 就硬硬硬硬硬一點 有一個砌法 但是很可惜的就是 我都幾肯定香港 是完全沒有了這個砌石牆的技術的 你說裙英姊在說 他要不要認識啊 或者他爸爸要不要認識啊 都未必認識的 因為很多人砌石牆 這件事是他們的祖先 一百年前砌的 所以那些石牆很冷靜 很冷靜的一百年都不倒 所以他們就中間就沒有了那個技術 但我知道譬如台灣 還有一些地方 還有一些師傅其實還有做的 我們都在想 因為有機會真的要養回這些師傅 為什麼呢 麗芝娃的石牆 因為現在氣候變化 我們有幾個大洪水 已經衝爛了 衝爛了一百多年 二百年的東西 所以我們都在頭痛 看看怎樣搞 好 這裡有些照片 以前麗芝娃的照片 耕田是用牛的 這是什麼牛啊 這是什麼牛 這是羊牛 羊牛耕田 通常那些泥就沒有那麼新的 很新的那些就會用水牛 因為鱷牛不夠力的 水牛那些田就通常都沒有那麼新的 那麼 洗牛是一個技術來的 現在不是時光 你在大嶼山捉一隻牛 你都要洗牛街頭 那隻牛立刻撞死你 洗牛是要有一個技術的 你要訓練那隻牛 你要從小到大訓練 而且你要懂得去拉牠 那麼他們呢 就有趣了 他們那個小朋友 以前是負責拉牛的 是吧 所有小朋友都是負責拉牛的 是吧 以前是小朋友負責拉牛 去餵牠們吃草的 所以他們個個都會拉牛 不是懂得洗牛去耕田 洗牛是大人做的 通常都小的 通常不是女士的 說真的 應該去男士做的 那麼到後來呢 因為很多男士去了英國之後呢 才最後會由女士來洗牛 其實全世界一說到洗牛 就找男人來做的 應該是 還有以前的和港草 就會堆 在村裡堆一個草堆 那些是做甚麼 拿來燒的 拿來用的 那些和港草 這些是以前的風景 以前的農村就會有的 現在你看到台灣也會看到的 是的 但是就 你不要以為這個草堆很容易堆 這個草堆是任何結構都沒有 就這樣搭搭搭 搭到 成 兩個人那麼高 而它不倒下來 是很高技術的 因為我搭過 搭到那麼高 它就已經整個砰一聲 搭死了 那不是那麼容易搭的 這個草堆 好 那另外 有一個叫做24節氣 我想很多人有聽過 就是一個 我來講的龍耕的智慧 經常一講龍耕智慧 就會講起24節氣 我們一有 全聯分了20個4個節氣 很多人以為24節氣是農曆的 那是錯的 很多人搞錯了 以為都是農曆的 耕田的東西 老土就是農曆 老土就是農曆 錯了 農曆是陰曆 陰曆是甚麼意思 陰曆是看月亮的 是看月亮的 24節氣是陽力來的 是看太陽的 所以它不是龍力來的 它是陽力來的 它是根據太陽的位置 行走的位置 而出來的一個 所以它跟耕種感的關係就是這個意思 它就是講太陽的位置在哪 因為太陽的位置就影響了一個 植作物接收陽光的時間 就很影響了你到底種甚麼 加上時間不同 氣候不同 但是24節氣其實是源自北方的 所以24節氣你基本上搬回來香港 其實不是很用得到的 譬如像這個 春天夏雲秋秋冬床 香港更漂亮做米 秋天還在種耕耕耕 其實是一樣在做的 這不是完全適合的 在香港的話 因為它們屬於南方的地方 因為原本它是源自北方的 但是它裏面 其實譬如你看到谷雨 這些字眼 雙鋼 芒種 譬如谷雨和芒種 都是講著著物的形態 谷雨就是那些菇 剛剛冰出來的時候 落那種魚 它一定需要那種魚 芒種就是它開始 準備打花的芒草出來的時候 是講著這些東西 那 雙鋼就講了 開始下底的一個 雙鋼下來的時候 都是觀察天氣天文 以及觀察氣候的變化 而成出來的24節氣 但是現在不少都跟得到 譬如跟得到些甚麼 香港比如跟得到的 就是我們如果種米的話 就應該在清榮節附近種的 是的 這個經濟之後就已經可以攪拌了 但是大約插音的時候就清明之中 是的 如果說第二種米的話 我們就要在冬至之前要收到它了 冬至之前 所以有些東西是跟得到 但是現在加上氣候變化 就不是再很跟得到的了 是的 所以廿四節氣就拿來講一下 就適合 實際用的 其實是很難用的了 已經 好了 另外 就是 傳統建築 傳統建築 跟自然智慧有關嗎 都有的 例如說 老實說 以前來說 其實他們生活是很苦的 因為都不是一條有錢的村 是一條比較窮的村 所以他們不是說很多資源 他們都會用到一些最便宜的方法 去建他們那條村 那什麼叫最便宜的方法 就是就地取財 根本就不是付錢賣的 我就在那條村找一些材料出來建築 好了 那包括就地取財什麼呢 包括就地取財 他會在農地拿來 在海裡拿來河沙 周邊他拿來石頭 中和的和港草 糯米又怎麼用呢 我稍後說一下 還有竹 有這些物料去建屋 這間就是一間 相信有一部分 有一百多年歷史的屋 你看到這棚牆的 是泥磚來的 找泥整的 泥磚不是很樓的屋子嗎 我告訴你 有百多年歷史的 那算不算有呢 他還這麼健在這棚牆 我們現在做西部的那些 其實這些原材料去建屋 是以前很常用的 但越有錢就通常用得青村多 但比較窮的那些村 很多時候就真的用這些料去建屋 那有幾樣東西 就在我們前兩年 就重新在麗昭州市班 找傳統師傅 現在很多新伏的舊屋 都不用這些方法的 但我們特地叫師傅 用這些方法 譬如做泥磚 用泥去敏動牆 才再潛伏 另外這一個 有沒有人懂得這個字 坑土牆 坑土牆 這個東西很多以來是北方的東西 不是 坑土牆是南方也有的 香港很多泥村都有坑土牆的 坑土牆是甚麼意思呢 其實就是那棟牆 是用泥土 但一直罗到 Stellen Çuk 現在來,這個稱為坑土場 在香港的圍村上 在香港有些圍牆 如果用一塊磚也有趣,一塊瓶也沒有 梅是沒有固寸的,而是坑土來製造 在 une母 1941 mathematat uses the tent 不斬刀刺,它成 muscle 燃燒的 燃燒的 要再經過火燒 我們上次做過坑土場的時候 他用藥廣草在這裡 把藥廣草弄好之後 加一點石膏 我們還有加過蠔殼 就是生殼隔離的蠔殼 這是什麼來的 黃糖來的 做一些加水糖 以前不是黃糖 用糯米 用糯米的 然後混合了一瓶泥 然後塞進這個模子裡 這樣棄出來 他棄出來的 他棄出來的空氣和水分 然後摺出來 整整整整整整 這樣是一層一層起上去的 我們整班義工就跟師傅一起在這裡攪拌 他說這個這麼軟的 做了一層牆 真的可以了 他做乾了之後 就是一層很硬的牆 然後他要再放一點水 再敏平 之後我們再灌灰上去 這樣就有一層牆 有些穩固 這層牆很穩固 那它有什麼好處呢 其實省土牆的冬亂效果 比磚更好 石屍是最差的 然後 酸也好些 但是泥土牆更好 但是泥土牆有一個不好處 就是它在地上吸水也會吸收得很厲害 所以牆蓋很容易 像這些位置會黑鬼了 但是泥土牆更好 很容易會濕 因為下面沒有打地基 但是這些技術 其實到現在是可以改良的 如果這幾年去歐洲或者澳洲 你會發覺有很多建築 在講的一些新興環保物料 講到天花龍鳳多麼勁秋 其實就是一個省土牆的技術 不過它裡面加了一些改良 它可能在物料上 將它防水 所以可能做得更好 或者它的扇灰上去 再扇一些其他物料上去 現在是一個流行 開始漸漸流行的 一個環保建築的一種物料來的 但是其實這些都是在我們傳統裡面 一個很普通的一個技術 因為很普通 是個個都會弄的技術 剛才看完你都會弄 你們回家試試 是的 OK 好了 那我就想要歐花溫 哈哈 服飾了 服飾就是這些 這些以前我們是客家苦利的服飾 是的 跟我們傳統的生活智慧有什麼關係 好 看到它這裡有一個手袖 沒有人留意到 它這個手袖 它這個手袖 是用 是用藤 是用白藤來製造的 是的 或者有一些是用鹹水草來製的 來製的 來製的 是的 這些都是自己製的 自己製的 自己製的 很多人沒有留意到 這些是買回來的 其實以前都是自己製的 以前都是自己製的 都是用藤來製的 都是用藤來製的 那這個手袖是做什麼的 就是你現在有時候 看到那些婦女做藥 女工都會戴手袖 很方便 以前很帥 很漂亮 現在很難看到 因為很多都爛了 另外 知不知道客家婦女的衣服是什麼顏色 很多人叫藍色 藍色就不是香港的客家婦女的顏色 香港客家婦女的顏色 是很深 戴好像黑色的顏色 其實是啡色 是一個很深的啡色 而這個啡色是用什麼染料 又是 去到群英姊那裡已經沒有再做了 但再早一點 他們是用一種叫做樹糧 這隻的植物 本土有的 幾種植物染出來的 現在你看到 大力有一個地方 出香雲沙 香雲沙又叫做梁沙 其實就是用樹糧染的客家布 其實就是用這個植物染出來 你說這麼非的 但是將它不停地重複 然後加上泥土 有一個化學作用之後 它就會帶黑的 它就會帶了一個黑色出來 這些技術 沒有了 這個技術 另外這個儲麻 在香港很常見 有什麼用途呢 儲麻以前可以用來打麻繩 也是一個沒有了的技術 打麻繩是什麼意思 現在麻繩是去五金埔賣 以前是自己打的 這裏有少許片段 想讓大家看看 這條麻繩是怎麼打出來的 哎呀 當你剛剛有沒有說一下 在裡面的 有些人來拍 覺得比較有氣味 這條片段是搬到錯了 這個地方是 其實這條不是柱脈 是柱脈 是柱脈 柱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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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像那些艷山羹那樣的 但是技術也是差不多 我當這條是柱脈 打它 打那條柱脈 打扁 打到它鬆了 然後就抽它的纖維出來 這個嘉義他們在講 對 摸不出來 而且沒有什麼 抽它的纖維出來 這個可以來寫一個水測 對 這個可以 脆脆把它當成的 好 剩下一些纖維 然後拿著纖維 他就找兩條木 用來翹柱脈 那條麻繩出來 一下 一下一下 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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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на 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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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到它把剛才那條纖維抽起之後 它會有一部這樣的機器 然後就會將兩條三條的柱麻 或者剛才那條月桃的纖維 就把它扭出來 扭出一條麻繩 那條麻繩就不同 你現在買的那麼幼的 一條粗一點的麻繩 那條麻繩是很好用的 因為它們很多幾十年的麻繩 全部還會整條 你現在可以在這條村裡撿到的 是一條粗的麻繩 可以用柱麻打 但以前另外還會用一隻叫做黃麻 柱麻和黃麻其實都是可以 你說的麻衣、麻質的衣服 都是可以用柱麻和黃麻做出來的 但藥麻是好一點、漂亮一點的麻質料 好 另外就去到飲食文化了 飲食文化我要請我們今天的重要嘉賓 群英姐上來 我去去我們的荔枝茶果大人 這個茶果是她製造的 好 有請 群英姐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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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請站起來 那群英姐你平時煮什麼茶果 這個叫做雞屎藤 這個叫做雞屎藤 雞屎藤 有沒有吃過雞屎藤 有吃過雞屎藤 雞屎藤是找什麼製造的 是不是找雞屎製造的 是不是找雞屎製造的 不是 雞屎藤不是找雞屎製的 雞屎藤找什麼製造的 植物 什麼植物製造的 雞屎藤 雞屎藤有沒有見過什麼 沒有見過什麼 今天群英姐很好 我昨天晚上才跟她說 你可不可以找植物回來 我昨天晚上就出街 撿了一些植物回來 好 我們這些雞屎藤給大家看看 嘩 真的很臭 吃也不臭 吃也不臭 大家都吃過雞屎藤 雞屎藤就是這些 這個就是雞屎藤 雞屎藤 你們平時怎樣摘的 在哪裏找到的 給他們看一下 你可以傳來看看他們 是 問一下是不是有一陣雞屎味 是啊 在哪裏摘的 平常 通常在田 山邊 那些 現在外面種的農場 鐵絲網 那些側邊都有的 但是有幾樣 和雞屎藤是一模一樣的 但是雞屎藤是有一種特別的味道 如果一聞就聞得到 那些第二樣的那些 不聞不同的那種味 是啊 但是我說一下大家最好不好試 哈哈哈哈 不是啦 他是不懂的 很難說的 不要摘錯了 自己的女士 但是聞到那種怪味 你說是否像雞屎味 我不知道 像不像的 其實你以前村裡的雞屎 應該不是的 他說 大概有一陣 不是那麼好聞的味 但是你做出這個雞屎藤 就不是這樣的味道 是啊 通常雞屎藤 就是 這種叫做雞屎藤 對不對 但是我們客家人 叫做清明仔 是清明的時候才好吃的 為什麼 因為清明的葉 出得很嫩 就香一點 而且現在太老了 好像現在這些老了 不好吃的 所以是一年 通常一年才吃一次的 是清明的時候才吃 那我們現在是搞錯了 現在全面吃的 現在都不是搞錯了 因為現在 方便 有雪櫃 有冰箱 你摘到來 整好去放冰箱 一年到一刻都可以吃 以前就沒有 是啊 是啊 等一下再介紹 柱麻果 是啊 但是都一樣做清明仔的 就是清明才做 清明才吃的 這個 但是 這個是 那個風俗 我們是清明才有得吃的 是啊 但是現在鄉下 一年到一都可以吃的了 因為我們的柱 殺到那些葉 整好會放在冰箱 一塊塊 這樣 愛藥造 好 那 還有 剛才有 剛才那位先生提了 這個 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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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幾年老子 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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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用柱麻的茶果 我想問 用哪個部份來做 用樹葉 用肺葉 那怎樣用呢 拿去洗乾淨 煲淋 因為那層味是苦苦的 苦夾 要灑乾淨 以前我們做了一對 有沒有見過對 用腳踩 有一個麻石 有樹木 腳踩 現在就不用了 九半肌九段 這個文明世界就是這樣 以前我們 一到過節 真的很害怕 又小又不夠力 踩到腳踩不起 媽媽又鬧 做些茶果吃 以前不是那麼容易 因為鄉下 交通也不方便 甚麼都沒有 用人手做的 柱麻這個茶果 通常是甚麼時候做的 都差不多清明的時候 我們叫做粗葉塔 粗葉塔 不同的 有時候我們去圍村 你比較常見 有時候見到這隻 一粒粒 逐粒細細粒 兩種顏色是一樣的 逐粒細細粒 十粒細細粒的 就是清明仔 就是雞屎藤 好了 有時候你見到第二隻 有時候有一張照片 就是一餅的綠色 一餅一塊 那位通常都是 Tuyeta 那位通常都會說 Tuyet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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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回家說 Tuyeta 你不要去問別人 我不要Tuyeta 我要雞屎藤 是兩樣東西來的 大家要分開 不要被人騙到 Tuyeta 雞屎藤要說粗葉 Tuyeta 一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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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撻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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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叫做清明仔 群鴻姊 她年紀不太大 她父母是麗芝哥邨的長老 她以前的家庭是耕田的 她父母是群田的 她父母也收集山上 有很多不同的野生植物 柴 拿出去賣 所以以前的生活很多時候是這樣的 以前你爸爸會在山上收集什麼呢 如果有藥材 即是斬山草藥 譬如哪一個人 譬如叫黃牛潭 有沒有聽過 有沒有聽過黃牛潭 即是黃牛木 那些叫胖婆 胖婆葉 貧婆葉 虎梅根 虎梅根知道什麼 虎梅根知道什麼 油甘子葉 油甘子知道是什麼 虎梅根知道是什麼 三冬茶 三冬茶裡的江梅根 就是虎梅根 我爸爸爹 因為我們很小 知道它是斬回來 多到曬乾去買的 但是用途我們不知道的 因為它有人接收的 通常我在鄉下一些 以前醫生很少的 當時有些叫做神婆 阿婆 吃那些生草藥 雙方感冒就可以了 有時病毒發燒什麼都不知道的 都是摘那些生草藥 青茶仔 地籃頭 saint 叫一些藥田 種藥田 叫什麼 叫一些 阿婆 修個一些 什麼火啊 燒啊 叫舊docs 舊不是那些燈草啊 燈芯草 那些油甘子 還沒有舊 최근 灯燈的草aves askおству protecting我 Editor 不要跟我研究的 以上他會聞到悠悠喝消 就是背著那個小孩都沒得看 都是這樣的 因為鄉下真的很窮很窮 交通不方便 當然現在交通方便就好了 那些人又走了 又不要了 希望以後現在就搞到荔枝窩這麼漂亮 如果大家有機會去走去荔枝窩 記住去荔枝窩探測 還沒走過還沒說完 那就 好 邱瑩姐下次會去荔枝窩探測 她現在遲些可能會重新搞荔枝窩 搞一些茶果 教人做茶果 除了剛才我們看了那個柱馬和這個沖熱鍋之外 其實通常茶果下面 現在很多人看到是用紙的 他們現在偶爾都會用紙 他有時候都不會用紙的 就會用到植物的 好像這塊是甚麼來的 椒 這是椒葉 有時候就不用椒葉 有時候就會用這塊的 看看有沒有人認得是甚麼來的 這塊 你濕地空間也有的 這塊 沒有人知道是甚麼 沒有人知道是甚麼來的 黃金來的 會用黃金來的 這裡可以拿兩塊黃金 昨晚找不到山大銀 另外其實黃金也不是很常用的 它最常用的是用哪隻 山大刀 是不是 山大刀 這是揭曉的 你的客家叫甚麼 山大銀 叫山大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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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就是山大刀 他們會用山大刀來佔底 基本上大部分原材料 都是在他那邊拿到的 剛才講到茶果 一會講到茶果怎樣做 大家就知道了 那這張相片 他經常想到電視 他經常想到電視 拍攝男女 幫他拍攝 其實他們做的客家茶果 其實是跟他道米文化有關係的 因為其實茶果 全部都是用米 或者不同種類的米 不停地變化不同的形態出來 的一些甜食 所以他們聽說要按時節 做不同的東西 主要的原材料是幾個東西 糯米 煎米 鹽 黃糖 時令的農作物 和野生植物 味道特色兩樣東西 鹹和甜 一定是 鹹味或者甜味 我想問一下 你們以前村 是不是糯米和煎米都有種的 有的 糯米少一點 煎米多一點 因為煎米是主要食 糯米有難一點種的 要長一點時間 所以他種到的都是做茶果 還有打米通 客家人的米通 都是糯米做的 你看到茶果的果字 很多人經常寫生的 這些果字是米加果的 其實就是告訴大家 是一個米做出來的甜點 叫做茶果 剛才提到糯米更少 也是的 我們華南地區 糯米不是主食 做甜品的 做他們這些小食的 所以通常是更少 但是除了做茶果之外 糯米還會做個羊酒 是嗎 是 對 養客家糧酒 我聽過 養客家糧酒 做羊酒雞那些 好了 剛才提到幾樣的東西 雞屎堂剛才說 一粒粒的 認住 下次去那些圍村 不要叫錯 一粒粒的就是 一粒粒的就是 一大坨的 就叫蔥葉達 下面那個 蘿蔔茶果 是嗎 蘿蔔茶果 蘿蔔茶果有什麼餡料 蘿蔔茶果有蝦米 有臘腸 有蘿蔔 有蔥花 還有你自己放味 喜歡 喜歡 喜歡嗎 鹹 鹹 味道 你自己加 好 我先問清楚 那你以前是否都是 很小時候吃的茶果 都有蝦米和臘腸的 沒有的 沒有這麼幸福 那以前都吃了些什麼 就是你都是蘿蔔 有些 有些 油耳仔 油耳缸 知不知 蝦米都好 我好大聲 見到臘腸 我十幾歲 才認識臘腸 那除了這隻白色的茶果 就用糯米粉 和煎米粉 那除了要加蘿蔔餡 之外 我還會加些什麼餡 蘿蔔 最主要是蘿蔔 是嗎 現在做這些就是 蘿蔔 現在你可以加菜脯 菜脯仔都可以 有些是 微豆 微豆 蠔豆 通常我們都是 不是做那些的 客家就 時折 剛剛我們炆蘿蔔的時候 就做來吃的 這些蘿蔔茶 不要說是時折 不是 用鍋來炆牛腩 在田裡炆了蘿蔔出來 是嗎 炆了蘿蔔出來的時候 所以它是時折 所以你什麼時候吃 白蘿蔔什麼時候出的 冬天 冬天 就是吃的 好 隔離這個 現在就是 其實小菲見解這隻客家的小食 這個叫什麼名字 我們叫做糕板 這個 要做的 要發酵的 好像起馬鈴膏 但是食法不同的 馬鈴膏是泡泡的 好像海綿 但是這個 是韌韌的 起碼要兩天才做得到的 發酵一晚 然後就蒸的 這個 另外一些 大家又再少見一點 上面那個年糕 那個年糕 以前你們的年糕 是不是這樣 是不是差不多 我想問 那些一塊塊的葉 是什麼葉 叫做 中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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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哪裡找的 這些葉 自己種 自己種的 好像一些薑田 一些什麼 黃薑葉 好像楊薑葉 那些這樣的 現在他們 其實三方面都很少引渡 因為沒有人打理 這個就很少引渡 那 年糕 以前他們自己做年糕 年糕也是紫米麗米做的 紫米麗米做的 然後手粉 手粉 真的更少見 手粉 那 糕米糯米 還有花生 都是時令 他們自己種的 那上面到 湯圓 不過客家人 他喜歡吃鹹的湯圓 那 剛才說的 米燦 米燦 即是米通 他們不叫米湯 就叫米燦 是的 那 用糯米做的 是的 這是一個小食來的 但是我這裡想說 其實我想說 灰水種 灰水種 就吃了一些不值得吃 但是灰水種 除了用米 或者裡面的餡料之外 很重要的就是灰水 知道什麼叫灰水嗎 鹹水 那些人經常說 灰水就等於鹹水 用途是一樣 但是完全不同 現在我們這些鹹水 買回來的一些化學品 但是以前 灰水不是 自己製造出來的一些鹹水 天然鹹水 灰水是怎樣製造的 灰水 灰水我們就燒齊 燒一些草 很乾淨的 另外燒 燒到 就爬出來 西乾淨 一些狂 都不愛的 然後就做到 好像那個年糕那個 兜那樣 那些事業 好像這樣 用事業佔著 佔著 然後我製了一些灰 就放進去 下面就放過乾 朝早上就製造水 淋上灰 讓灰發出來的那些水 就叫灰水 要整個月才製造的 所以其實現在你 千萬不要用鐵 鐵不可以的 鐵筒不可以的 一定要啞的 啞光 所以現在其實很難買到灰水中的 因為其實做的時間 天然灰水很長 他們自己會燒到 通常就是荔枝柴 涼眼柴 燒到灰 那些灰 灰是大鹼性的 它過濾出來的就是一些鹼水 他們用這個 其實是一模一樣 不過沒有中間的年糕 那些灰水 就放了灰水 那些灰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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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橙黃色的 橙黃色 橙黃色的 然後就怎樣拋進去 米也要怎樣製造 灰水之後 如果製造糯米 就洗乾淨 然後 就不要那些水 然後倒那些灰水下去 浸 浸過夜 就OK的了 有什麼好呢 為什麼要用灰水呢 灰水醃了那些米呢 如果你沒有灰水 放到那些米 蒸到不像糯米雞那樣 那些灰水 灰水有那種味 打到那些米又軟熟 還有好吃 就是這樣 就是這樣 鹹水呢 又有一股鹹水味 好像吃的那些麵 做麵的那些 就是鹹水 但是灰水 是沒有那股味的 你看到 其實這些 所有不同用米做的 這些團圓 其實你看到 來來去的材料 很厲害 全都是 糯米尖米花生糖 基本上全部 就變成天變萬化的 不同的食物出來的了 其實你不擺個表 都不覺得你們這麽厲害 擺了個表 你覺得這麽厲害 所以我告訴大家 例如去買茶果吃 茶果茶果 茶果就是 那個名稱 就是點心 你說去茶居 喝茶 點心 是幾多樣東西 點心 是代表那個名稱 茶果 茶果都是代表 客家人的茶果 是很多很多種的 問題是 我想買什麽茶果 我這麽要解釋 茶果是一個名稱 很多去到問 我要茶果茶果 其實他都不知道 茶果是什麽意思 他很生氣 他拿著茶果出來 都說不是這樣 茶果是一個 點心的意思 是有很多不同種類的 是 你們現在認識 我想吃雞士坦 想吃粗葉茶 我想吃蘿蔔茶果 微斗茶果 還是想吃米通 不同種類的茶果 但是理論上 不是應該全年都可以吃的 應該是不同時間 去吃不同的東西 不過現在多了雪櫃 多了解罐機之後 他們就可以全年都可以 製這些茶果給你們吃 因為我還有一些 也沒有一些 也有很多 也有很多 這裏是 剛才我上片 也看到了 山泰東就是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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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 其實 要分享這個題目 我做了幾百萬件事 跟他們說 還有很多 已經發生過 這條村的故事 跟這些自然傳統有關係 也是的 但是今天就留學時間 沒有那麼夠 就 講不到那麼多 還有很多 我都繼續沒有做法律 因為事實上 他們這些村民 他們以前生活的裏面 其實積落積落 很多很有趣 還有情實實用的東西 而其實 慢慢是遺失了 所以 希望今天大家 學會了之後 大家多留意這個題目 甚至 幫忙過來玩一下 譬如 玩些什麼 我們現在開始 在做他們這些 我們叫做 民族植物 不知道你們有沒有聽過 植物有聽過 民族 民族 民族是哪個族字 人民的民 是說通族的族 民族植物是指 一些植物的人類學 就是人 怎樣利用植物 在他們的食物 在他們的藥場 在他們的建築 在他們的文化裏面 是這個很有趣的人 沒有學過的研究 我們現在開始做這些 這樣的紀錄 尋找我們香港 到底原來以前 他們原居 怎樣用大自然的物料 所以我希望有機會再來 可能過去兩三年 再請我們來 可能講的東西又不一樣 我也多謝龐永濟 他遠度由沙頭角 坐車過來的 很容易 是吧 跟他掌握了頂車 那就掌握了各位 好